哇~~好正誇張 Action 卡 科系聊什麼 哈囉大家好 我是芊山 我們今天呢 聞到了一種味道 這是什麼味道 好的味道 阿媽的味道 阿媽 等一下 好可愛 總之呢 我們今天呢 歡迎到了一位 好像很會研究味道的科系 歡迎 曹文 嗨 曹文好 你是口味系是不是 大家聽到口味系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我口味 對 巧克力口味 當初為什麼會想要念這個科系 當初因為有做牙齒矯正 就會覺得說很好奇是什麼原理 這個科系到底在做些什麼 你剛剛跟我說是分數到 好用 我不是要講的感覺比較厲害 那我們先來聽聽大部分的人聽到 口味系是什麼感覺 好想問你們 知不知道什麼是口味系 沒聽過 沒聽過耶 沒有聽過 沒有 口味 沒有耶 那你們有沒有聽過一個科系叫 口味系 沒有 什麼口味 對 有聽過口味系嗎 試吃的 試吃的 吃沒喜歡的 味覺嗎 味覺 口味系 研究拉麵的口味 覺得 那你有聽過口味系嗎 口味 哪個口味 好太好了 你沒有上到 口腔 衛生 對 有沒有聽過一個科系叫做口味系 就口腔衛生嗎 哇你好動喔 好知識的 那你們有沒有聽過口味系 你覺得它在幹嘛 什麼衛生 什麼衛生 哇 好強喔 那你們覺得口味系在念什麼 牙齒 牙齒 那你覺得它在念什麼 牙醫嗎 牙醫嗎 那是牙醫 牙醫吧 牙醫吧 比較厲害的牙醫 你覺得它在幹嘛 試吃東西嗎 吃東西嗎 吃東西嗎 你覺得它在念什麼 我覺得巴裡面 警察 牙齒 口腔保健 要大家刷眼 嘴巴破 他們一嘴巴破了 哦 牙醫是口腔衛生學系 哦 你覺得它在學什麼 可能就是像國小 有給我實驗的時候 會一直刮口腔系 不知道是要有 檢查口水之類的 哦 味道 看樣子剛剛沒有很多人知道 口味系在幹嘛 你知道口味系主要是 入境口腔衛生的福祉 大家可以去看他們的那個戲官網 他剛剛就是硬背下的主題 然後只記得陳秉君 好啦 其實主要就是 衛覺嘛 對不對 主要是衛覺 然後輔助臨床 還有口腔衛生的研究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 請曹文幫我們介紹一下 口味系都在幹嘛 接下來就要請曹文跟我們一個挑戰啦 你今天是不是有準備了什麼東西 有 我今天準備的是 牙絲慢前洗劑 然後這通常是 小朋友 刷不乾淨牙絲 就是讓小孩子知道他哪裡沒有刷好用的 那今天就要來幫你用啊 小孩子 上道具 登登 那它長的是這樣子 它會是紅色的 通常用的話是棉花棒 然後沾直接塗在牙齒上 你們有課是直接要塗在牙齒上 有 就老師會讓我們試 就我們看 然後大家就知道 平常自己牙齒有多髒 而且這個用法就是 塗上去後 漱口 然後紅紅的地方 表示那邊有牙聚斑 所以等一下如果你牙齒很紅 代表你整顆牙齒都是牙聚斑 只是咬冰藍 那我們要用囉 好 呃 不要 等一下 等一下 它會辣辣或什麼嗎 不會 沒有味道 那我塗前面就好了 好啦 欸這是 這是有點快 這樣就好了是嗎 對啊 這是我有史以來挑戰最快的一次 哈囉大家好 喔 甜甜的 我真的好快喔 聲音師 幫我先要個位置好了 這一隻 這一隻 我怕不想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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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 對 就是那個 紙 來囉 如果很紅代表你牙齒很髒喔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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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要你 想知道 Samson Galaxy M11的開箱嗎 這是不可略過的廣告 这次很高兴收到Sansom的邀请 然后这次要开箱的这台呢 就是Galaxy M11的手机 这一支手机呢 标榜它是一支入门款的手机 它的价位呢 不超过4000元 说明书 哇 手机本体是长这样 M11总统出三种颜色 充电线 充电头 这个SIM卡 插下去的针子 这台Sansom M11它的营重大小是6.4寸 它上面写了 8核心处理器0级线全萤幕 然后它的充电线是Type 11的接头 然后它是支持15W的快充手机 你看 我看 啊 超 你看 你看 你是我还这么脏 你干嘛 你要特写吗 来下一个 脏啊 哇 好正 很夸张 我刚吃完饭 真的 我刚刚吃完饭 太夸张了 所以你不会是这样的 你要不要来试试看 有 我刚才也没 我刚才也没 这很丑 那不然你现在去刷一次牙 刷牙我们再涂看看 看你有没有刷得干净 好 去刷牙 宝费 另一个 很醜耶 為什麼不好吃啊 有啦 掉了啦 這沒幾張了一次 有啦 掉了 有啦 好棒喔 耶 我刷好了 那我們現在幫她塗第二次 那如果第二次然後你塑完還是整個牙都紅的話 代表你剛剛有刷跟沒刷一樣 牙齒還是一樣髒 那我幫你塗囉 我現在有陰影 蛤 塑掉吧 我快去演藝石錄了 你看 有啦 比較好啦 那你看這邊如果這樣子都紅紅的話 代表它這邊都還是一樣都是雅菌飯 為什麼雅菌飯是塑的掉的喔 不是啊 刷的掉啊 刷的掉的 所以就是你剛剛沒有刷乾淨 沒有刷紫棋 我覺得這段絕對不要放 好啦 我們再去說還是要放 耶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好好聊聊口味戲到底在做什麼了 好 我刷到兩隻雅我現在好涼喔 好 那第一個就要問口味到底都在學什麼 我們主要學的話 比如說胃教 然後就是基本的牙科相關指示啊 蛀牙 亞洲病 病理學 藥理學一些都要學 其實我們學的還蠻廣的 所以藥理學也要學 因為牙科也會給藥啊 然後比如說放側科 麻醉科這些我們也都要大陸的學習 那大家應該最好奇的就是 那到底跟牙醫系差在哪裡 那其實跟牙醫系的話差別只是差在他們比較多臨床的部分 那我們主要是著重在學理論的地方 所以你們的課基本上不會有什麼實習啊 或者是要手作之類的 嗯 手作的話部分會少很多 因為他們比如說牙醫系的話還要學補牙 做假牙這些的 就他們實驗課會比較多 那我這樣聽一下 我覺得口味系感覺好像 真的 真的 就像是護理系 女生比較多是不是 對啊 所以你們系上的男女品大概是怎麼樣 我們班男生好像 四五個吧 這麼少喔 對啊 但是我們女生 我們全部三十五個 嗯 所以女生大概有三十多 那我想問一些就是 妳剛剛說有學衛教嗎 對 所以口腔牙 牙齒有一些問題 正確的牙齒清潔應該除了刷牙以外還有什麼 像是漱口水是必要的嗎 漱口水不是必要 漱口水跟 比如說沖牙肌那些都只是輔助 那真正必要的話應該是牙線 但是很少人在用牙線 妳會用牙線嗎 我知道要用 說像妳剛剛塗那個 妳會發現牙縫裡面比較紅 因為牙縫牙刷也清不到啊 一定要用牙線來清 不然就很容易蛀牙 然後塞死後會牙引發炎 還有一個問題是 大家可能有些人的習慣是 吃完飯之後會嚼口香糖 口香糖真的是有清潔的功用嗎 清潔其實清潔不大 但是它是可以幫助妳 口腔酸鹼脂平衡 就是大家有沒有小時候 吃完午飯然後睡午覺 然後牙齒起來覺得酸酸的 那就是因為口腔酸鹼脂平衡 可是細菌在滋生會這樣酸酸的 那個像牙口香糖 它就可以幫助妳趕快 恢復酸鹼脂平衡 不是很多口香糖會標榜是 木糖醇嗎 對 它就是其實是 幹嘛 其實是可以幫助 比較不會容易蛀牙這樣子 然後再來問就是學校相關的 那你們科系的必修有哪些 必修很多欸 比如說我們這學期的話 你現在大二嘛 對 我現在大二 比如說 生統流行病學 生物統計 生物統計 其實生物統計是說 這是哪個動物比較容易生什麼病的 不是 就是統計 就是統計學 比如說這個疾病的發生率 盛行率這種的 然後疾病營養學 麻醉科 藥學 藥學 這學期到 那有沒有比較特別的考試方式 有 我們有一次牙柴課 就是材料學 然後是讓我們要抽不同的黏著劑 然後我們要方法調給老師看 黏著劑是什麼 假牙黏著劑 對 這種的 然後其實有分很多種 比如說永久黏著劑 還有那種填充用的 所以它是硬度不一樣 黏度不一樣 對對對 那你們唸到目前為止 你覺得最難的課目是什麼 是 病理學 病理學 那個課的它的上法是 它就會放一張 組織病電的照片 然後就跟你講是什麼病 整堂課就是一直看照片 然後講什麼病 看到又講什麼病 對 不一定是口腔的疾病 嗯 但大部分口腔比較多啦 對對對 考試也是給你一張照片 然後叫你寫它是什麼病 超懶的 完全不知道在幹嘛 哈哈 大家都看得超懶 大家都三幾歲 所以是 怎麼懶 剩下我們問一下就是 那個口胃系出來之後的工作會吵向哪些 像國外的話主要會有那種口胃師 嗯 然後像台灣的話 因為口胃師還沒有通過 所以主要大部分的學長姐都會去牙財公司啊 牙技所啊 在醫院啊 或臨床跟診這樣 還有公家機關 對對對 還有公家機關 公家機關是在多少 比如說現在政府很推的那種長照2.0 長照2.0 對 阿公阿嬤的牙齒 對 就其實現在很缺這塊 因為牙醫師不願意下來做啊 就可能會需要像我們這種口胃系 就是有這種專業知識背景的人去幫忙 那我想問就是 你說國外有口胃師 但是台灣目前還沒有 那如果有的話 口胃師他應該的工作內容大概一點 比如說像美國、日本、澳洲 就是已經有口胃師的 那他們的話主要是 在牙醫看診之前 先負責檢查、洗牙 或突破這種步驟 然後如果比如說幫你洗牙 然後發現你有蛀牙的話 再幫你轉到給牙醫師這樣子 所以會有一個地方之口胃師待的地方 對對對 然後如果你是先 你牙齒有問題是先來看口胃師 對 就是先幫你檢查然後洗牙這樣子 嗯 所以這樣的話以後變成說 什麼定期檢查 就是要定期去跟口胃師檢查 對 但是你也可以找牙醫師洗啦 就是這樣 因為如果你已經覺得 如果你已經覺得你已經很嚴重 或你覺得你一定是有病的話 你可以去找牙醫 對 喔 酷 酷 那你覺得念口胃系 它是一件有未來的核心嗎 就是很多人會覺得說 現在口胃師還沒通過 那你這系你以後出來要幹嘛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系你原景很大 嗯 因為很多國家 比如說西方國家 或是日本澳洲這些亞洲國家 就已經有口胃師存了 而且是非常純熟 所以說我們 就勢必會往好的方向走嘛 是已經有規劃好了 然後可以照著別的國家的方向走 也不會說是很沒有計劃性的 因為現在這個科系在台灣非常少 那如果真的通過的話 就會非常缺方便的人才 好我們今天還是要請 唐文來幫我們出一題 跟口味細想要怎麼回答 好 那就是舌菜要怎麼清 那舌菜是為什麼會產生的呢 OK 那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們在下一集會公布答案喔 好 國外的話 其實他們的醫藥分業 是屬於單軌制的 假設你今天去看了醫生 然後你決定你是開某些藥物之後 你可以自己選擇 你可能從小到大 你都給那個藥師 就幫你處理藥的問題 然後他就有點像是你的家庭藥師的概念 然後你們可以長期配合 他知道你的病史 然後知道你可能需要的 劑量大約是在哪裡 然後幫你做調整這樣子 其實這樣的話 藥師本身也是比較有發揮它的功能 加上像日本 他們如果醫院的話 是有專科藥師的 就等於是說你是考 比如說我就是考 腎臟內科的藥師這樣子 他們是分很細的 那台灣的話比較有點像是 某個加護病房就是配某個藥師這樣子 因為上頭還是醫生嘛 並不是有病人端去選擇藥師的 所以我們有時候其實會怕 他不跟我配合 我可能不敢提出我的意見什麼的 那你覺得怎樣特質的人適合來念口味系 有細心有耐心 然後還有有愛心 那最後就要請曹文 就是給我們 你敢考口味系的學弟妹妹弟的話 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選這個系的話 其實是非常好的我覺得 但是的話你就是要自己要懂得努力 就是你可以要很努力 這個系的發展率很大 因為台灣真的很缺這個牙科方面的冷場 就是做得好的話 就是有你的舞台 對 那今天非常感謝曹文 來跟我們分享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訂閱 訂閱 訂閱他 訂閱他 然後記得按讚 分享出去 然後想看我去哪一個科系 或訪問哪一個同學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下個科系見囉 掰掰 因為大家都有個疑問 就是漱口的時候 漱口水的用處好了 到底應該是漱在嘴巴 還是有些廣告都會 噢噢噢噢 之類的 就是應該在活頭那邊 但是漱口水的功用應該是因為它含縫 噢噢